2021年10月23日,羽毛球丹麦公开赛继续进行,混双赛场奥运冠军王毅律黄东平暴冷出局,无缘晋级决赛,黄东平坚两项太累,日本组合杜边勇,大东野有杀16比21丢掉首局后,连续两局都是21比17胜出,以2比1逆转赢球,双方职业生涯12次交手,王毅律冠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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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冠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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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同次战胜奥运女单冠军陈宇飞,展现出较强的竞技水准,双方职业生涯12次交手,山口西11胜一副占据绝对优势,虽然说都是排名前十的名将,但个人实力肯定是有差距,山口西的打法确实比较克制中国选手,只要跟他打到三局响赢太难,第一局山口西进入状态更快,河冰胶有些慢热,失误丢分较多,山口西7比3领先, 紧接着11比6进入中场休息,回来后,双方各得3分,河冰胶开始加速,连追5分14平,山口西稳住阵脚,河冰胶紧追不舍,山口西20比17局点,河冰胶连得4分21比20反超,山口西连得3分23比21险胜,河冰胶给山口西带来很大冲击,可惜,他对关键分的把握还是差点,山口西心理素质确实过硬, 比赛经验也丰富很多,综合实力山口西更胜一筹,河冰胶主要还是全力以赴去拼对手 第二局,河冰胶加强攻势,山口西不甘示弱,双方都想去调动对手,为自己争取主动,山口西11比6领先进入中场休息 回来后,山口西继续拉开分叉,河冰胶被水一战追到14平,双方陷入敖战,两人各得5分,河冰胶20比19先到局点,山口西连得3分22比20逆转,2比0完胜河冰胶 这样的话,中国队在男单,男双,女单,混双,四个项目,都是无缘决赛 接下来,就看郑宇黄东平的女双,对阵泰国组合中攻潘拉温达的表现,主要还是靠黄东平抗压 教练组安排奸向,就是希望他去带郑宇,由此可见,现在的世界与谈高手太多,难免互有胜负,谁也没有绝对优势